我們現在在北車這邊也可以感覺到 現在其實就算你是穿著雨衣的話 其實還是會被吹到後面來的 真的不誇張 下午的台北車站全身穿好雨衣 還是不斷被風吹帽子也戴不住 大風咻咻吹 雨是不斷下行人走在路上狼狽淋雨 就算撐傘也被吹歪 還有民眾邊跑邊叫 實在沒料到北部雨勢這麼大 我的傘也 傘也開始站不穩 感受到今年的中台 真的真的特別的強 昨天已經壞了一把 應該這次應該是第二把 不少民眾邊受訪 傘還直接被吹壞 根據氣象局網站顯示 台北最大震風測得七級 再加上有大樓風感受更明顯 還有長者因為下雨地板濕滑 不慎摔倒 還好後來熱心民眾合力幫忙 沒有大礙 北部地區下起了間歇的雨勢 我們現在人就在兒童新樂園這邊 不過可以說是另類的包場 因為今天下雨的關係 所以人潮是減少了非常多 但是現在戶外的設施 統統也都是暫停營運 從南部特別來玩的民眾 就感覺有些掃興 還好下午四點左右 雨是暫些 戶外設施又重新啟動 我的家人他們是特別 從屏東上來玩的 風雨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所以有一些設施都不能玩 滿可惜的 兒童新樂園統計 截至下午三點入園僅有一千人 相較周二直接少了一倍 工作人員拉緊繩索 把船隻一一綁緊 另一頭還有機械吊掛 加強所有設施 以及裝飾 新竹六福村遇上颱風 工作人員總動員 進行固定避免設施 阻壞 還有宜蘭童萬節 工作人員合力把椅子 以及設施 通通收起來 受到颱風影響 也在週三下午 預警性避原 杜蘇類逼近 越晚風雨越明顯 全臺動起來 要做好防臺準備